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触 那也在城隍举例的时候 他内心的一种感动 那藉由这样的一首诗呢 我们今天这一件作品呢 我们把它定名叫《世事如意》 那最主要呢 现在也是世纸成熟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呢 所要用的这个世纸呢 是三世纸 那各位爱华菩萨呢 首先可以先来欣赏一下下 那今天我刚好到花市去 因为要录制这个过年的节目 所以 再加上我们的社区大学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支这样的大支的试制 那我想这样的一支试制呢 这么的这么的殊胜 这么的特别 那我们把它用来录制过年的节目 那录完之后呢 我们又可以拿到我们的社区大学 做很多的展览 可以供养很多人 跟很多人的做一个结缘 那因为这支世纸非常的初衷 所以我事先把它做了一个定枝 因为如果现场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定枝 所以我先定了枝 不过在这个定枝的过程中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下段的这一段 用的其实是信花枝 也就是在我们木造的猫空有信花林 那他每次在这个信花枝 他们会聚下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去 剪一些信花枝 或者跟他买一些信花枝 那这样的资产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环保在利用 那不会让这些资产呢 随便的烧掉了 那我们可以运用在做艺术的创作 那我用这支信花枝顶在下段 然后再用这一支的三四支把它卡住 那各位爱华菩萨 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个花枝 因为这个花枝呢 它非常的大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 这么大的一支柿子呢 它就是要配合一个这么大的花枝 所以在这个花艺的创作跟陶艺的创作之间 怎么样在适当的时间呢 很much 真的是刚好那个音源就是这么的殊胜的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今天的这个花枝 各位爱华菩萨肯萨这个花枝呢 它是一种自然的陶的一个运用 跟钥的一种变化 所产生的一种结构的感觉 那这样的一个花枝呢 我们平常在家里可以当作一个壮饰品 然后呢 如果要插花的时候呢 又可以拿来应用它 那今天这个颜色跟这个三四指的颜色 是这么的搭配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用一支这样的一个柏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支这样的柏枝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希望录比较多的作品 所以在加工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做了比较多的省略 不过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这个柏上面我加了铁丝 我们称它为玉山圆柏 那我们有时候俗称它为导柏 好那我也把它插进去 加了铁丝之后我把它折出来 那这个柏枝本身呢 据说它的能量非常的好 所以呢 有些现在的很多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种这个柏枝 它本身呢 对于那个房子的磁场非常的好 那过去呢 也许不是工商社会 像现在工商社会 整个都在电脑的作业之下 都在电磁坡的生活环境之下 那我们可能不觉得磁场的影响 可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就会发觉到呢 现在人越来越注重磁场 因为呢 这个磁场能够改善呢 就对我们的人的舒适感 就觉得好很多 那当人觉得很清安很舒适的时候 你的工作态度还有你的心情 也就会跟着就比较好了 好那我把这个柏呢 也把它架上去了 那各位爱巴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也借有一块的这个枯木 把它架上去了 所以我可以发觉呢 其实大自然这些万物呢 他们每一个之材都有它的功能跟用途 好那它就会形成一个干材跟死材之间的一个交错的一个运用 那我们这一次因为主要是录有点过年的节目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些属于过年的花材 像各位爱巴菩萨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只凤梨 那像这样的凤梨呢 在过年的时候呢 是很受到很多人欢迎的 好然后我把这个凤梨呢 把它稍微的放到这个 这个中心点进去 好我试试看它的角度 好那我就用力的把这个凤梨呢 把它给固定了 好那我们会发觉有一些花材 微微的下垂 好我把它稍微修剪一下下 好我们让这个柏的这个感觉上 非常的苍郁 然后清脆的感觉 所以我让这边呢 稍微的修剪一下下 好那凤梨的叶子有一点点的下垂 好那接下来呢 我就用一只 我再用一只这样的柏呢 去做它的 在这个凤梨花的周边 因为我们知道这么漂亮的一只凤梨花 而且它是这么的 色彩这么的柔美 所以呢我加一只这样的柏 在做它的 等于做它的虫枝 因为呢 我们常常说 红花要绿叶配 好那有时候那个色彩 彼此互相的应用是很重要的 好我利用一只柏枝呢 把它们两个之间做一个 彼此的一个固定 然后我借这个柏枝呢 去衬托这个凤梨花的色彩跟感觉 好 好那我把这个凤梨花 把它给固定起来了 好那 各位阿波菩萨现在 接下来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会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 进口的花柴 因为在台湾的冬天呢 花柴还是会稍微少一些些 不过呢 这个时候进口箱 就会进口很多很美的花柴 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个花柴 花是都是叫它披萨 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我们学生每次听到这个叫做披萨 就觉得很开心 那事实上它是属于 有点像非洲郁金香柯的植物 不过我们都称它为披萨 然后很可爱 但是这个花柴呢 它本身的价位比较高 不过它虽然价钱比较高 但是它很耐差 也就是它可以擦的时间很很久 我们很多的同学在道场 就在我们生命道场擦石供养的时候 每次只要买这个披萨给他们擦花 他们都觉得好开心 所以有时候应用一点不同的花柴 也会制造出一点不同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可爱 这中间一颗像球果一样 然后呢 又是绿色的 那感觉上这个花柴很有气质的感觉 所以每次擦这个花 大家都很喜悦也很开心 好我在这边做了一点点这个披萨 做一些周边的一个色彩跟感觉 好那因为这个花呢 它太大了我不太好转动 所以我是从后面插往前插 也就是说我这个花的正面 就是在各位爱花菩萨的前面了 好那我再加一支这样的一支柏 把它加进去 然后增加整个作品的力量力道跟感觉 但是呢整个花的作品还是以凤梨为主花 好那我把这边稍微折下来一点点 好那在擦完这个披萨之后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紫色的玫瑰 粉紫色的玫瑰 那台湾的花商真的是非常的棒 他们会改良出各种的玫瑰花 让它变成很美的色彩跟感觉 好那这个颜色呢 它会有一点接近我们的凤梨花的颜色 好那我们在擦花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花感觉上很雅致 很高雅不熟气的感觉 也就是呢色彩要用同样的颜色 就是相近色相近的颜色 那如果说你希望感觉上呈现的是 比较缤纷灿烂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用很多的颜色组合在一起 我自己个人蛮偏好就是同色系的一种搭配跟组合 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凤梨花跟玫瑰的搭配的时候呢 我选用同样色系都有一点接近这个粉色系的色彩 好我把它这个玫瑰慢慢的插进去 那我们让玫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集中 这件作品虽然有一点大 不过插起来还是感觉很喜悦的 因为这么多的柿子 那这些柿子如果在大自然中呢 当然我们人不可能去吃它 但是很多的小鸟也可能也会 或者是小昆虫也会去吃它 不过能够用来再适当的机会呢 把它插作也觉得很开心 那我们知道呢这样的柿子呢 到了过年的时候呢 很多的花伤就会把它揽成金色的 那会变成一颗一颗金色的柿子 那在过年的时候是非常受到欢迎跟喜欢的一种花材 好那我把这个柿子呢 好最后呢我剩一把这样子剪下来剩的柿子 我把它补在后段的地方 好所以我把它补在后段的地方 那我们待会就可以看一看 这个整个作品的一个完整性跟结构性的感觉 好试试看把这个柿子做一个固定 因为它会有一点滑动 所以我在侧面的地方再加一块木头 把它做一个固定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我们就会发觉呢这件作品呢 它可以接近将近四面花的感觉 因为它作品非常的大 所以在它的后段呢 我们用了一些玫瑰跟柿子 给它做后段的部分 好那前段的部分呢 我们就借由这个凤梨花做主花 然后这个玫瑰花呢 做它前面的辅助的这个小花 来插作一件这样的作品 那我们也来看看 像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在插作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除了一件大作品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搭配 好那我们在插完这件作品之后 我们来看看配件怎么摆饰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呢 有一个这样子 红色的这种灯笼 好那我们可以找一个 我们觉得 适当的位置把它吊起来 好比如说我把这个灯笼丢在这边 那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其实就充满了一种过年的气氛 那像这样的一个大作呢 可以摆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场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道场的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好那接下来各位阿菩萨看到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果盘 因为我们刚刚借由 苏东坡的荷叶如情与盖 菊产有有奥双之 一年好景金序季正是城隍菊丽石 那我们知道呢 他说一年好景最好的时候 就是瓜果成熟的时候 那有这么美好的这些蔬果的时候 所以其实瓜果呢 在这个时候颜色非常的美 橙黄丽 各种颜色 虽然我们今天用的是苦瓜 然后还有各种的瓜类 可是颜色是这么的缤纷美丽 好那我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盘子 托盘把它放起来 因为我们这次录的节目没有办法那么多集 所以就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跟示范 好然后呢 我在这个上面放了一个花器 就是在瓜果放的同时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刚刚插剩的这个花拆 比如说我刚用剩的这些柏枝呢 我就把它拿来做垫底 那这个柏本身很耐 所以说呢它这样放起来就挺美的 好那我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很简单的就放一点点这样的 刚刚跟刚刚一样的这个玫瑰花 好譬如说 好我放一点 这样子两朵到三朵左右的这个玫瑰花 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件作品呢 您可以单独的使用 就是说 可以一起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作品 那也可以两个分开在两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的场地很大 或者说家里的空间的运用 那你就可以随着你的需要 做不同的运用跟感觉 那我把剩的柿子呢 也把它插在这个小花器旁边 那这个小花器 我平常是一个类似香炉的花器 那平常有时候给它拿来做插花的用具 可是这个时候我其实里面放的是海绵 然后插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作品 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每个花器 它都是一定要用剑三叉 我们可以用海绵 那我再插完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各位阿博菩萨是觉得这个 这个瓜果盘也是这么的色彩 这么的美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喜悦的感觉 那同时我也可以加一支这样的一个乳液 比如说我加一支这样的乳液 给它摆在这个作品的一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中国的解释把它拉过来 那这样就形成另外一个空间 让另外一种美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件作品呢 我们将做一件比较小的作品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在我的手上呢 这边有一个这样子小小的一个蓝 那它其实是仿那个烘手炉 就以前我们知道在民国四五十年时代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老人家 我想这个其实是流传很久的 可是我都可以看到我的祖母啊 他们呢小时候看了他们呢 就会拿着这个烘手炉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变成这样的一个花器 那这样的花器 我们可以用它来插花 好那我就把刚刚剪下来用的那个剩下来 其实我刚从那个枝材上 剪了一支的花材下来的柿子 那我把它 应用在这一个作品上面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柿子呢 前面的一个大作品的柿子剪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用在第二个小作品 好那我把它剪一下下它的这个花材 好比如说我先剪到这里 先剪到这边 好我让这个柿子呢 它的整个感觉呢 是有一点点下垂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柿子 它会缠在一起 那我刚刚一边在心掌这个柿子的时候 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昨天去买这个柿子的时候呢 它还是就是感觉上还是没有那么成熟 结果今天呢就发觉这个柿子呢 好多都已经好像可以吃的感觉了 很熟透了的感觉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柿子的比例呢降低 因为我们这个花材本身 它感觉蛮轻盈的 那如果柿子太重的话呢 会觉得那个感觉不太好固定 好我先把一些枝材把它剪下来 好那让它有一点像那个闪的感觉 这样子往下的感觉 好再把它一下下 好那我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 其实我在这个花器里面放了一个竹筒 竹筒 其实它不是用剑山叉 它是用了一个竹筒 那这个竹筒呢 里面我又做了一个萨 就是一个用木头做的一个萨 所以呢它其实是比较不好固定的 好那我现在呢我今天用的主花呢 我要选用的是这个露莲 那每年在台湾冬天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这样非常美的露莲 会开花 那露莲这个花呢非常受到插花的朋友的喜欢 我想一般人看了它也会很喜欢 因为它这个花呢就是这么的 感觉上很温柔非常的柔软 那花开起来的感觉又很美 然后呢它这个花又很耐 就是说你看它好像很很纤细很柔软 以为它会好像很不耐 可是它却很耐 好那我今天想要把这个露莲呢 它的比例整个降低到 在这个提量以下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 这个烘手炉呢 虽然我们看它像一个烘手炉 其实它也是像中华花艺的篮子一样的一种设计 好然后我加一点点的杜鹃做它的下段 那有了这个杜鹃呢 就可以增加整个作品的这个色彩 好我把它加一点点 好那各位爱华福 现在可以从前面看 就是说这个露莲呢 就已经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好了 好那我在后段的地方呢 我再给它加一点点的后段的深度 那我也是用杜鹃来做它后段的深度 好让它有一个后段的深度的感觉 好那狮子如果我们觉得它有一点点多 我们待会再来修剪 好我再加一只杜鹃做它的后段深度 好然后我把这一朵粉色的露莲呢 放在提量底下 所谓提量就是我们握在握住它的那个手把 我们称为提量 好我让它在提量底下 因为如果我们握第一提量会感觉上比较可爱 好就是说那个花有一种婉约的一种美感 好让人家觉得那个那个视觉的焦点 更会去注意到那个花的感觉 好那我把它稍微的把它固定一下下 好那其实呢这个作品呢 它可以插这样子很简单的感觉就好了 好那我把这个柿子再修一下下 因为露莲我们可以插一朵或者两朵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觉得它这个露莲一朵的感觉 非常的好 那像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插在比较 属于就是角落的地方 或者比较不是最重要的位置上 好那我再把这个柿子减少一些些 虽然他们是这么的可爱 但是因为太多了 反而它的效果不会很好 好那我把它放一下下 好那我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把它完成了 那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桌面 铺了一个这样子红色的这个布巾 那我们知道其实到了过年的前后 或加油喜事的时候 只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就会觉得哇那个整个屋子的气氛跟感觉非常的好 好那我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摆在这样的一个 红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布巾上面 好那我们把它一下下 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 比如说我们搭了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空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喝茶品茶的感觉 那其实不一定说要喝茶的时候才放 平常也可以把它摆出来 那这个屋子里面的情调跟感觉跟气氛就很好 那适当的呢我们再放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乳液 那我想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 那可是呢经过你用心的去给它布置以后 那我想整个屋子里面就会充满的很好的一个情调 那现在呢我们在道场里面呢 师傅呢也都很希望我们能够把道场布置的很庄严 让很多的居士来看的很乏系 那喜欢把这个脚步留在这里 那这样子他们就会多带一点时间在道场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学员分享 就是说我们要很用心的去把道场 不只是佛前的这个花擦得很好 连四周的环境情境都要布置得很好 那希望这样的花呢在过年时间你可以试着去做做看 那在这个时候花式有很多很美丽的花 然后适当的把家里的配件拿出来运用 那家里到处就会充满了一种新年的气氛 那冤子香化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父化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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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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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